行政院东府中心下半年 艺文特展特别邀请到台东的画家吴信和 带来他精湛传神的人物画作 执行长洪宗凯希望能够营造艺术欣赏平台 让前来恰功的民众也能欣赏到 台东花莲地区杰出的艺术家精彩创作 为了让花东两地的艺术家 有相互交流分享的机会 行政院东府中心特别提供了办公场域 邀请到花莲和台东地区的艺术创作者 展出他们的作品 我想就是在我接任营长这个工作之后 希望让花东的艺文的这个推广的工作 能够让大家更看得到 那所以呢在花莲的东半的办公室呢 我们就邀请台东的画家 预计呢半年就来这边做一个轮展 那特别选了吴信和老师 原因是因为过去他在台东展的也比较少 那他的画呢 其实大家常常在报章杂志或在网顾上面 其实他可以看得到 因为他都用一些诡谐的方式来描画这个政治人物 那当然呢在政治社材上面我们姑且不论 但是在这个这个画风上面 我觉得是大家大众能够非常接受的一位画家 所以呢我对他的未来 有非常多的期待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画展 让花东的画家艺文的这个人士呢 能够两边做一个交流 今年第二个档期是邀请到台东知名的人物画家 吴信和前来举办各展 精湛传神的画作让观赏者大大惊叹 叫风情乐意 乐是赏心乐目的乐艺术的意 那因为比照以往我的画风是画政治时事评论 那今天特别展一些非常轻松愉快 赏心乐目的美女 呈现另外一种风格 还有一些花花草草的 这个面花惹草 这一些这个素描的作品 所以希望在这个忙碌的生活之余 还有我们的名义代表那么紧张忙碌 接着今天来到我们这个服务中心呢 可以体验一下轻松愉快赏心乐目的 这些作品的成果 吴信和他著名的是政治人物趣味漫画 但这次带到行政院东府中心办公室的作品 几乎都是美女画像 每一幅都栩栩如生 优雅迷人 让大家不禁问他怎么都能够遇到这么美丽的沫特 吴信和笑着说 当然很多是他的自我想象 他就是把心中女人最美的一面 透过水彩画笔画出来 希望可以让观想者看了就觉得很舒服 很开心 戒律会幻事报道